我的粉糰已經放到暖水來發酵 水的溫度大約30度 不要超過35度 說回粉糰配方的材料就在我材料表中有 至於擦油的方法 例如你是從未做過包的 你可以去參考我的餐包配方 菠蘿包皮最浪費時間的就是收拾所有材料 其他就很容易的 不用5分鐘 這裡有25g放軟的牛油 下2湯匙糖 攪拌均勻 花奶 攪拌均勻 1茶匙奶粉 湯匙吉士粉 1茶匙芝士粉 攪拌均勻 低筋粉 2湯匙 攪拌了 攪拌均勻 10多一點 一大小匙 1部份 1茶匙 2湯匙 1茶匙 1茶匙 最后一汤匙 总共加4汤匙的面粉 搅拌均匀就已经用得了 现在夏天加我助暖水 所有面团20分钟就已经发大了一倍了 卷起来 分了百分之后 搓匀 滚完 放上去 按扁少少 放手 放手心之后搓匀 捏薄 然后铺上包 这样就已经做好菠萝包皮了 入手 一样将做先铺平 仅上端 不能向搓洞 按扁弭 然后 用盖子盖住20分钟 大了一点 刚刚热烤焗炉350度 我先掃一层蛋液 先放入烤焗炉 我会放入烤焗18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很快18分钟 出烤焗炉 菠萝包多漂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员 我们去看看